接下来这小节我们要来画这十四盲星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它的结构 其实要画图形 关键就是要看到 这边其实可以拆成什么 三角形组成 那这三角形就是由底部的点跟上面的点连接而成 底部的点呢 那底部的点怎么描述 它其实是把圆周十四等份 外面也是把圆周十四等份 所以待会我就可以利用 这个半径加这个角度来绘制这个点 利用半径跟角度 我们用到的呢 就是极坐标的概念 我们先组点来绘制一下 SE呢就等于O3 加上呢这个极坐标 极坐标的话你要用这个分号 前面呢输入这个距离 也就是半径 例如半径呢现在是D 接下来呢输入这个角度 一开始的角度呢 这边是0 好这样子可以得到第一个点 S2从O3出发 然后再加上呢半径1 角度的话呢是360D1G除掉14 好要把圆分成十四份 这样子得到第一个点 接着呢S3就等于这个呢再乘上2 好当然你可以这样子S4S5这样下去 但对于这个规律情形我们就用Sequence 我们把刚才的东西贴上把它改成SS 外面套一层Sequence 好这是一个然后留意一下哦 这是一个完整的点 接着再用斗点K 好那K呢我让它从什么0到14 诶这样子呢就会制造出15个点列 诶那为什么不是14个而要造15个呢 待会你可以再留意一下哦 好现在圆桌上呢已经有很多点 不过它这里被蓝色的概述所以看不清楚 你可以尝试呢将这多边形先关起来 好这里都关起来 好我们这样子呢就可以看到刚刚的这个点列 好那有了点有了底部的点 我们要来做顶端的点 顶端的点呢我们先来设一个T1 T1呢它跟刚才类似 但是它的半径呢就变成3 O3再加上呢1.5D 好那第一个点呢位在这个方向 就是刚才呢360度还要除掉呢28 因为把这个角呢切一半 现在有三角形的底部的点 我们要来设置顶点 好那顶点呢我们把它叫做T1等于O3 再加上呢现在半径是2.5D 那角度是多少呢 好角度是这个360D1G 除掉呢这个是28 好这样子呢就会位在这个中间 好我们可以先把这T1呢先复制起来 先贴上 接着T2是怎样 好T2的话呢就是会再加上呢360D1G除14 好这样子呢就可以得到第二个点 好一样再把它公式复制起来 再贴上T3 对好这时候呢就是把这个 把这边乘14的部分再乘上呢 这个2 S1 T1 S2连起来呢就第一个三角形 接着呢你可以仿造这样子连完这么多个 但是对于这个14个三角形 我们就是要用sequence一键完成 好把刚才的指令呢先贴进来 把它改成TS 外层套一个sequence 好那刚才呢里面这个乘上K 这里乘上K 接着让K呢从0 然后到呢这个13 再刮起来 好我这样子就有14个点 有刚才的SS跟TS 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连接乘三角形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Polygon 好S S的1 SS的2 跟TS的1 好这样子连出第一块 接下来把121改成232 又得到第二块 343又得到第三块 所以我一样呢再套一个sequence 好那这里呢就变成K K加1 跟K 好这样子就会绘制出很多三角形 再逗点K K呢从1到14 我14个三角形 就一次完成哦 那对于刚才呢这个T1T2T3 我们都可以把它删除 因为这个是为了解释而用 删除完这几个最后就是 那删除之后呢最后 好那最后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上色 这几个点呢也都可以藏起来 对于刚才这三角形 我们就按设置 再按颜色 选择黄色把它填满 好那对于这14芒芯的图层 再选择高级 图层呢可以调高 嗯这样子就完成我们14芒芯 最后这样O1O2O3全部关起来 接下来V跟C这几个点也都可以藏起来 接着可以再插入这文本 点一下空白的地方 哎再将这资料呢把它摆进来 稍微适当的调整大小 嗯就完成这国旗的操作 那使用西魂史就可以完成更多有规律图形的国旗绘制了哦 感谢大家的聆听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学用数学 数学而用 那我们用数学看救世界 感谢观看